请阿博店长给我们介绍 介绍吊巴斯或者是吊夏天主要这边的鱼种 所用的吊耳 在吊耳方面呢 其实呢它寒阔的范围呢非常非常大 可以看到从我们店里面呢 这整一大面 整一面墙挂的都是耳 然后呢它们呢所有的功能呢都是不一样的 但是呢我从几个几种开始解说 就是第一呢就是我们华人比较喜欢的吊花册这种 然后吊花册呢 基本上呢就是一漂一钩一耳搞定 比较合适比较就是比较多人用的呢 是我们最最普遍的这种gout menal再加上这种 十六分之一八分之一或者三十二分之一的这种小钩 这是带牵缀的 我们称之为gcat 这种呢 这种组合呢 它就是基本上 从春天一直用到秋天 都是没有问题的 除了冰钓之外啊 吊法也是非常简单 cast出去 慢慢的往回拖 拖一拖 停一停 这就是最普遍的用法 然后吊花车为什么也是华人最喜欢呢 因为首先你只要抓到一群 基本上你就是噼里啪啦的一顿旗 大花车也是被称之为最美味的这种鱼 然后这就是为什么华人比较喜欢它的原因 像我们呢 就是比较专业的调法里面呢 可以说是像senko这种耳 senko这种耳呢 称之为起步 为什么呢 是因为这种耳呢 它使用起来非常方便 而且呢 它能保证你的重余率 可以说呢 大部分人 开始调bass 都是以senko为起始 这种调法呢 非常简单 但是绑起来稍微有点复杂 你需要的是这种wide gap的这种钩 然后加上一个子弹签 包括stop 然后之后再绑上这种叫senko的这种耳 然后senko的这种耳呢 是以Gary Yamamoto这个品牌 最为最为出名 这个senko这个词是怎么来的呢 其实就是从 Gary Yamamoto这个品牌来的 这个东西呢 就叫Yama Senko 其实它本名不叫这个 它叫stick bait 或者叫warm bait 所以呢 它被称之为senko呢 完全就是由于这个 太出名了 使用起来 只要你扔出去 不需要做任何东西 让它慢慢的下沉 稍微等一等 调起来 让它有另外一个下落的过程 这就是最普通的用法 然后呢 钓bass的时候呢 无论是从刚入门的这个朋友 或者是像比较专业的用的那个钓鱼爱好者 我相信他们里面肯定都会有一包三口 至少一包三口 因为这个东西真是万能的 然后 然后 在 只钓小口的时候 除了刚才我们介绍的job shot之外呢 还有另外一种耳呢 也是非常的有用的 非常的有效的 就是我们被称之为 jerk bay的一种耳 jerk bay这种耳呢 其实呢 就是在日本称之为米诺 mino 它呢 是利用 这个耳里面的这个签缀 所以导致它那个 就是配重的不一样 它会做出左右闪避的这种动作出来 然后小口呢 是比较喜欢像这种动作比较大的 这种耳的 特别在秋天的时候 然后呢 在2018年 就是今年呢 我们十周年的这个闭水的 这个电信上呢 这个megabot是个品牌呢 就是专门为我们做了一个 名字就叫做 ProJ 10th Anniversary的这个 jerk bay 这个jerk bay呢 就是 我们Tim ProJ自己设计出来的 一种颜色 然后呢 它呢 是以 RU 为主色 配以 橙色的底部 其实是配在里面的 然后之后呢 再配以 一点Shirt Truth 和一点Purple 是以这个为机种做出来的 然后呢 这个 jerk bay呢 它 除了 是可以用在这个 大湖 比如说像伊利啊 Sinclair啊 或者是在这个 Lake Ontario Simco 也可以用在这个 Kawasa Lake 也是我们华人所常调的 比如说米湖 Sturgeon Bossom啊 这种 这种地方 这个耳呢 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成功的设计 因为呢 在我们Test这个耳的时候呢 已经是噼里啪啦上 五磅鱼 六磅鱼了 加上呢 我们的这个 第一个购买这个耳的 这个客人呢 他是早上 九点钟购买这个耳 然后十点半到一里 十一点 他给我发了一张照片 中了一条六磅鱼 可以说是这个耳在市面上 中了第一条大鱼 所以这个耳呢 实在是 制造非常成功 设计的非常成功 哦 还有什么其他 什么 那个